《大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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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马西在中国投资是跟着中国经济发展来投的 中国在2001年的时候加入WTO 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设立我们的半空处 也是在那一年就开始投资银行业 那个时候经济发展 银行业是一个主业 另外一个行业是在这个房地产 这两个企业都是反映了中国 经济改型跟发展的趋势来投的 第二个时期的发展是 2008年全球就出现了金融危机 中国在转型 从这个投资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转移到从这个消费方面的 带动经济的发展 那个时候我们所投的就跟这个消费有关 特别是在这个保险业做了投资 那最近这两三年吧 我们也觉得中国也是在 另一步的改型 注重的是新经济体 所谓的新经济体是消费的提升 跟创新的经济的企业 比如说医疗科学 共享经济方面的企业的发展 都是我们最近所投的 在中国的回报还好吧 不过我们做投资 最注重的是长期更有持续性的投资回报 中国到去年年底已经占到我们投资出的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投资回报是蛮好的 中国开放改革已经有四十年了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得更好更快 我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开放会一直在做 特别是在服务业跟金融业 所以前景对外国公司经商的机会 也是会越多的